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1日5点55分联合报记者 陈婉京及时报道小熊队春训热身赛 台湾投手曾仁和将先发打头阵 路透资料照分享小熊队将从24日起展开春训热身赛 24岁台湾投手曾仁和打头阵 球团已宣布由他担任首战先发投手 向在自家春训基地使龙球场斯龙批 阿克迎战来访的酿酒人 小熊总教练麦登乔马登不改他一贯的幽默 开玩笑说 过前几天已经跟曾仁和说 恭喜他成为我们的开幕战先发投手了 点 曾仁和去年在大联盟热身赛出赛三场含一场先发 累计4.2局被敲4安打 则失3分 防御率5.79 新年是曾仁和连续第二年参与大联盟春训 首场出赛早早确定 作为小熊阵中第一位在春训先发登板的投手 他的对手将是去年的国联中区盟主酿酒人 美媒报道提到 小熊的先发轮值已经齐聚多位资深好手 曾仁和从3A展开2019年球季的机会极高 但他还是在 春训获得首场先发机会 这显示曾仁和仍被视为填补轮值深度的备案 欲望在先发投手出状况时获得生机 曾仁和去年春训于3月中旬遭下放3A 未能挤进开季25人名单 尽管曾在5月升上大联盟顶替一场先发 但仅撑二局则失3分 此后未在等到机 贵 全季共于3A缴出2胜15败 防御率6.27 写下驴没以来成绩最惨淡的一季 但他不气馁 先持调整方向 抱持正面态度在拼大联盟 分享 分享 留言 猎异